全台湾的移工已经有72万人 其中中部地区就占了三分之一 大约有25万人 台中火车站前的东协广场 因为交通便利 就成为全台湾移工 外配购物休闲最大的集中区 但是因为东协广场一到三楼电幅梯长期故障 周遭环境也不是很理想 2018年10月18号上午 市政府在东协广场前 举办电幅梯开工跟商场试运运的仪式 台中市副市长张光尧表示 电幅梯拆除换新跟环境改善 预计在年底前完工 希望提供移工跟游客一个友善的消费环境 接到市长的要求 要把东协广场做得好时 我自己定一些目标 要安全 要清晰 要优先 要有处理 所以现在这一点是一点来的 那希望今天这个电幅梯的落成 它一并解决了 不管是安全的问题 美观的问题 而且大大的增加它的实用性 我觉得这个对东协广场 它一楼到三楼之间 这个商场商机的活络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台中市政府以及民意代表的努力之下 能够让整个东协广场以及周边的环境 能够带动成为整个台湾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新住民 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个移工新住民重要的汇集点 为了响应新南向政策 台中市政府在东协广场二楼也建立了新南向跨境体验 科技加值的示范场地 透过辅导升级品质提升 场域活化每合育成 亮点塑造品牌行销的三大主轴 所以今天二楼的商场也开始试营运 作为东南亚文化特色商圈 成为移工观光客跟一般民众消费的卖场 市政府的改善计划 也受到当地商家的欢迎跟肯定 对我们的第一广场这里面 有慢慢慢慢的像这个 今天就是弄一个手扶梯 手扶梯给他换 应该是会造成 就是让人家比较方便 如果到二楼到三楼 或者到其他三楼层 生意会不错 然后会带动这边的那个经济效应这样子 对 那你本身现在营业了好不好 营业因为刚开幕还在试水文当中 我相信会不错 台中市政府表示 东协广场作为台中市中区的地标 能够活化改造 一直是市府团队跟地方民众的目标 将来也会持续改善商场环境 跟公共设施的更新 民众有空的时候 不妨来东协广场走走 不必出国 也能够体会东南亚丰富的特色文化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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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